一颗芝麻口 不是我珍惜 亲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莫基姆斯 漫游中国 上一期 我们漫游了热闹繁华的香港 本期 莫基姆斯要带着大家 去看看那个低调说话的城市 澳门 提起澳门 小朋友们是不是就想起了那首 《妻子之歌》呢 澳门曾被葡萄牙统治了几百年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造就了它独特的历史文化 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 四百多年前 葡萄牙人侵占了澳门 将天主教带到了澳门 并在这儿建立了圣保路教堂 后来 这座教堂先后建立了两次大活 只剩下了大三邦台访遗迹 小朋友知道它为什么叫大三八排访吗 那是因为普宇的圣保路 发音接近澳门方言的三八 这片遗迹又非常像中国的排访 因此就被称为大三八排访 大三八排访的不远处 是一幢外观十分明艳精巧的欧式建筑 这座亮黄色的教堂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游玩拍照 这就是著名的玫瑰圣武堂 教堂内还保存着许多有趣的油画和雕像 小朋友们可以静静地欣赏这些油画和雕像 又或者在这个开阔的空间里 静坐沉思 澳门除了教堂外 还有许多传统的寺庙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玛格庙 玛格庙原称玛祖庙 庙内主要供奉着天后娘娘 据当地人称 这位天后娘娘非常灵验 能预言凶极 常常帮助商人和愚人化险为夷 小灾解难等 除了这些 澳门还有许多有趣美丽的地方 现在就跟着墨基姆斯 一起去愚人码头瞧瞧吧 这儿是一个中西文化完美交融的地方 到此游览过的人 无一不对他赞扬被之 小朋友们走在这儿的大街上 就仿佛一会儿行进在古罗马的大街上 一会儿穿行在大唐的宫墙外 一会儿又陶醉在希腊神话的意境中 一会儿又沉浸在一千里一夜的追树中 令人兴奋不已 最后我们再去寻觅一下澳门的特色美食吧 像表皮酥软 香甜可口的普世蛋塔 回味无穷的猪扒包 香味浓郁 鸡肉鲜嫩的普国鸡 以及软糯香甜的澳门杏仁饼等 关于澳门 今天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在墨基姆斯 漫游中国艺术中寻找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不是我真心 我要回来 回来 by bwd6 by bwd6 by bwd6